他下去了 拿水 我拿水 起跑总是跟在队尾 比赛中途绕到喝水 万里摔倒依旧夺魁 放眼历史 能够跑得如此潇洒的长跑运动员 恐怕只有法拉赫 2015年北京市井赛男子五千女决赛 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五千女选手齐聚一堂 今晚他们的主线任务就是 微剿末 法拉赫 从2012年开始 世界田坛就流行这么一句话 短跑博尔克 长跑法拉赫 而且有意思的是 前者来自加勒 后者生在索马里 他们两人就像海盗一样 长期霸占田径长短跑项目的全部金牌 正如美国短跑发起 对博尔特的围奖一样 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作为文明世界的长跑王国 自然不允许有法拉赫 这么牛逼的人物存在 今晚他们派出了近十年来最强阵容 一手十面埋伏回荡在鸟巢上孔着 对 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 而且第三位的卢浦 是法拉赫的训练伙伴 法拉赫一开始 让卢浦出去 卢浦再回手倒他 一看法拉赫跑到最后一位 卢浦就明白了 兵出奇招 比赛行至守卫一千米用 十三分零二秒零次 法拉赫依旧采取他惯用的套路 跟在队伍最后 此时的他更像是一头猛兽 在发动总攻之前 他决定先补充点能量 他下去了 你看 拿水了吧 拿水 论嚣张 我只扶法拉赫 别人拼了命地往前戳 他倒好 还有嫌弃一只跑过去拿杯水可想 看到法拉赫这么淡定 我也就放心了 两千米用十五分五十八秒六十八 法拉赫依旧不慌不忙 跟在队伍最后 反倒是卢浦开始不淡定 卢浦 看卢浦上来 行程配合 梅尔加立刻上来一个病道 大家看到这个争锋啊 对 真的很激烈 你按钉不动 您看刚才一个眼神 这个细微的镜头捕捉到 一个眼神 卢浦就上去了 这种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卢浦一上去 顶住前面的运动员 哎呦 看啊 就是这种挤碰和互相的 这种身体对创 五次以下都算少的 三大段法拉赫和卢浦之间的运险 四千米用十十一分三十一秒十八 卢浦的沦陷 也意味着法拉赫要孤军奋战 这些都是历史第一